2015年度週年大選提名期已經完結 學生會幹事會現時有兩支內閣競選坎莊 其中一方的會長候選人為彭卓奇 她本年度學生會補選也曾與2013年度週年大選換身成員梁啟雲一起參選 最終因為梁啟雲的紅帶傳聞感到被抹黑而退選 今年她內閣的康諾秘書參選人葉露生本身是一個內地生 她本身屬於一個名為香港大學學生素質拓展聯合會 Union of Student External Exploration 的組織 USCE這個組織是一個內地生成立的 她也是為內地生做一些活動 她的exco也是內地生 現在參選的新國前候選人有否是她的exco 有啊 葉露生好像是她的exco 但是在同學員電視的訪問裏面 她只是承認曾幫助歌組織籌備活動 因為其實我只是參加過他們的Ocamp組織 即是跟他們是一個幫手的關係 同一個內閣的候選行政秘書何志琴也曾協助USCE舉辦活動 《學員電視記者》在折告前未能聯絡上學同學進行訪問 歌組織在2014年暑假曾舉辦迎新營 形式與港大傳統的營生營相近 其中的高卓曼宴邀請了政協委員黃耀瑩作嘉賓 黃耀瑩為香港各區專上學生同盟的創辦人 根據陽光時務2012年12月的報導 TSA的最終目標是為了成為全港最有影響力的學生組織 嘗試取代一向爭取民主自由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 在過去港大學生會赤化事件中的陳一樂、陳冠康、沈顯龍、黃柏榮、梅奕希等人 交為TSA成員 在下輪電視和葉露山的訪問中 葉露山表示不清楚這件事 亦不願意評論組織 首先我不是很清楚這位黃耀瑩的背景 即是作為就是那次 你說的是Ocamp我們搞的一個 High Table Dinner這個活動 首先安排上面來說 是由莊的委員安排的 那麼我們這些Cometing Member 是作為一個Helper 我覺得內地生請回內地生的一些師兄 或者是這樣 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事情 因為無論是 就好像 那些Faculty莊會請回Alumai 或者是做得比較好 或者是社會上影響力 無論是怎樣的一種影響力 可能都會請回來 作為一個分享交流 所以我覺得 都是正常的一個活動 每個政治立場 都會有他自己的一個立場 或者他自己的一些方式 所以對於不清楚的事情 沒辦法做出評論 對於候選內閣成員這項背景 彭卓奇表示事情紅不知情 但他強調他的內閣並不存在染紅的情況 始終我真的要了解這件事 因為其實 如果他的背景 這是一個挺嚴重的問題 假設你那句話成立 因為你沒理由那個團隊是 有這個背景 而身為我的口徑 很明顯 如果你起我的底 你都知道我 包括這群組 都是絕對跟這些關係 其實不需要任何關係 我自己本身都可能 可能真的要對於他們的隊伍 可能最壞打算 可能這個隊伍 可能都要想想 能不能夠繼續走下去 Smarty這張是由我 即是我去負責 我去運動 所有的政治的議題 或者各樣的學生的事務 一定要是我們的議題 去到決定 而我自己都會很謹慎 所以如果普遍擔心 那件事是掩控的問題 我想我們一定會先了解一下 但我也想說 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始終如果 一天我 如果是那支莊的President 我始終是 這件事跟我們 都是非常對立的 下完電視記者 張凱晴報導